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 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刘天赐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我们之前杀掉的那名囚犯说 还有第三枚黑色寻找 而且那家伙在背包里装着药品 因为当时忙着逃命 所以他没有在意那名囚犯临死之前说出的这番话 现在想起来眼中也爆发了巨大的希望 凤云同样双眼一亮 就是在机舱里靠近角落的那个年轻人吗 凤云的声音依旧很轻 对面的刘天赐则是点了点头 他们现在也知道 六个红色背包 只剩下他们三个还活着 更何况当时他们两个在机舱里就进行过交流 李高楼看上去跟其他人并不一样 尤其是他的那种冷静 似乎早就知道恶人倒的事情 凤云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可是我们能找到他吗 的确啊 这么庞大的一个恶人倒 能否活到明天早上都是个未知的答案 更不要说找到李高楼 几乎就是凤云这句话刚落 突然间毫无征兆一把斧头从上边劈了下来 几乎是擦着刘天赐的脑袋 差一点他就没命了 下一刻一只巨大的手从旁边破开了木板 木屑飞溅的时候已经抓住了凤云的喉咙 直接将他拽了上去 哈哈哈哈 居然躲在这儿 给我出来吧 张狂的笑声响起 尤其看到凤云被拽出去 刘天赐脸色大病 他也顾不得伤口的疼痛 从地下室猛地冲了出来 第一眼 刘天赐看到眼前这个面色正颖的家伙 果然 又是他 小妞 居然还想躲着我 只要我巨符想杀的人 没人能活下去 那人冷笑一声 他右手突然发力 好似要将凤云活活掐死 刘天赐脸色冰冷 立刻冲上去小阻拦 但是这名囚犯的力量非常可怕 速度非常快 一个转身将手中的斧头 朝着刘天赐披了过来 眼见着凤云危在旦夕 刘天赐也顾不上其他 索性硬扛着这一斧子 同时朝前挥出去一刀 斧子的背面 狠狠地拍在了刘天赐的胸口 让他又是吐出了一口气 刘天赐的刀 却只是划破了巨斧的衣服 依旧没有要退 倒下去的刘天赐 死死地抱住了巨斧的大腿 紧接着张嘴就咬了上去 他不会让人伤害自己的妹妹 绝对不会 凤云则是完全被控制住了 他的脸色突然变成了酱紫色 或许下一刻就会完全失去呼吸 混蛋 刘天赐的这一口 让巨斧痛苦地哀嚎一声 同时他一拳砸在了刘天赐的背上 巨大的力量 让刘天赐再次吐出一口气 但却依旧抱着巨大的腿 他咬紧牙关也没松口的意思 心中猛地一狠 刘天赐一口将巨斧腿上的肉 给撕扯下来 然后就是继续又是一口咬住 我要杀了你 巨斧已经开始低声地咆哮 他一把把凤云甩了出去 没再理会他 接着巨斧双手将斧子举过头顶 这一斧子要是落下来 刘天赐必死无疑 凤云倒在地上 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 至于说刘天赐毫不在意 他已经疯狂了 现在他脑子里唯一的念头 就是绝对不能够松开巨斧 千军一发之际 砰的一声 枪声响起 这一枪直接将巨斧手中的斧子击飞了 他的右手则是被打得心血淋漓 下一刻 他双眼转向了门口的位置 看个屁啊 再看老子一枪绷着你 别动啊 伴随着一个凶狠的声音响起 巨斧的确不敢动了 凤云也被门口这人吓了一跳 刘天赐则是喘着气 松开了巨斧的腿 没办法 恶人岛这地方 没人是你的朋友 鬼知道来的这家伙 会不会下一刻用枪打碎刘天赐的脑袋 在这样一个地方 枪械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实力 刘天赐跟凤云的背包里 最开始跟李高楼一样 都是有一把手枪 而且他们俩也是用枪的好手 可是热武器在恶人岛这种地方 并没有太大的用途 因为没有补给 因为子弹 刘天赐和凤云两个人 在降落到恶人岛几个小时以后 就把枪扔了 因为没了子弹的手枪 对于他们说没有任何的用处 反而平白无故的增加了负重 至于说搜寻子弹 这样一个对他们而言完全陌生的岛屿 谁知道哪可以找得到子弹呢 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的大海捞针 不过此刻 门口这家伙 却让房间里的三个人都愣住了 没办法 这家伙跟个军火库一样 身上的枪太多了 狙击枪 步枪 冲锋枪 身上穿着的是防弹衣 腰里别着数十把手枪 背后两个包 胸口挂着一堆手榴弹 脑袋上顶着一顶绿色的头盔 就这副装扮古怪到了极点 所以这家伙他到底是干嘛的呀 你抢了军火库吗 剧府盯着面前这人眼中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依旧满是士气的疯狂 我会杀了你 就像他这句话说的一样 他根本不会害怕 并且已经做好了准备对眼前这人发动致命一击 这就是恶人道 你的软弱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 只有奋不顾身的出击杀了对方 你才能活起来 李高楼缓缓的开口 是吗 我想死的应该是你吧 李高楼再次把枪抬了去了 这个人自然是李高楼 从打算找到刘天赐和凤云开始 过去了四天 这四天里 李高楼已经从之前的小心翼翼 变成了现如今的兴致勃勃 他看到人就会冲上去打一架 而且是极度疯狂那种 并且他全部赢了 没人可以战胜他 最多只是时间问题 李高楼的这个动作 让刘天赐和凤云都松了口气 谢天谢地啊 巨府这个可怕的家伙终于要死了 巨府自己也全身紧绷 在脑子里边疯狂的计算 自己可以躲过几枪 但是下一刻他就愣住了 不只是他 刘天赐和刘凤云都茫然地看着李高楼 小李同学把身上的枪全部扔在了地上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 他将身上的装备全部扔了出去 然后跟着开始脱衣服 只留下了一件背心 露出身上密密麻麻的伤口 巨府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问 你干嘛 哪怕是杀人无数的巨府 此刻也被面前如此古怪的场面给惊到了 至于刘天赐跟凤云兄妹两个差点没气死啊 他们也已经认出来了 这人就是最后那个红色背包的拥有者 虽然不知道 他这七天里边到底经历了什么 能捡到这么一大堆枪 但是他疯了吗 面对巨府你赶紧开枪 你脱衣服干毛啊 看着对面 小李同学却微微一笑 陡人金面色变得平静 手中则出现了那把军侧 用枪杀你啊 没有成就感 我更喜欢正面干掉你 这句话让刘天赐和凤云对视了一眼 兄妹两个完全可以肯定 这就是一个活在梦里的中二少年啊 这他娘都什么时候了 巨府的可怕 他们两个已经受够了 跑路都来不及啊 好不容易拎着枪占据了如此有力的形式 只需要靠动扳机就可以解决掉眼前的问题 但是现在呢 他把枪扔了 还脱了衣服 还说出了这种无脑的英雄主义态思 这是恶人岛 拜托 不是拍戏的地方 你到底是没睡醒啊 还是你脑子出问题了 至于说巨府 却是愣了一下之后 疯狂的大笑 然后他拎着斧子就冲了上来 眼神变得极度冰冷 巨府有着绝对的自信 他要将面前这个无知的小子 劈成两半 让他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感谢观看